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姐 你又想到什么鬼主意了 让他去缴清风寨 他要是山贼 他肯定就不会去剿匪 他要不是山贼 就他那样子也不会成功 到时候以剿匪不力 把他一撤 我不就不用交给他吗 小姐真聪明 还有你说 小姐等等我 耿彪死了 是谁杀的 徐老也是不可能的 自从新县令来了 怎么就那么多事 不管有什么阴谋 再多的損失 都不能坏落我的大事 我要速速查 我在哪儿呢 假县令 昨日在县衙之上 江小姐不都听到了吗 我听到了又怎么样 就你这样 哪像个真县令 事实就是 我就是县令 爱信不信 你要是县令 那你可知道 你跟我是什么关系 你 不会是我未婚妻吧 瞎说什么呢 那江小姐 你告诉我 真县令该是什么样 像杨黎那样的 饱读诗书 为人正直 端爱有招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那你觉得 我还有没有进步的空间 有 你去剿匪 剿完匪 我就承认你比他厉害 正合我意 没看出来 江小姐还挺狠的 何出此言 就咱们县衙这些人 你让我去剿匪 不等于让我送死去吗 这个我来想办法 你只要愿意去就行 那你给我说说 咱们去剿哪个山头 就剿 最近的那个清风寨 他们现在群龙无首 简单点 看出来你这都计划好的呀 你就说你行不行吧 男人 怎么能说不行呢 我又不是杨黎 那就这么说定了 来 拉钩 我 想死就着点说 哼 云就长相依 大人这边请 这县衙的钱才能 还用说吗 肯定是他们官商勾结 都敬了他们腰包呗 还是爱大人聪明 这些东西跟杨大人有关吗 大人莫要说笑 下官哪敢呀 这都是上一任县令贪污所致 掏空了县衙财库 导致没钱支出工资 衙衣也所剩无多 爱大人来了 下官还没来得及禀报罢了 杨大人可真是清官哪 大人谬赞 谬赞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募集到银子 筹集到人手啊 都穷成这样 他山贼没缴了我们县衙 已经够给面子了 这办法倒是有 就是不知道江小姐 可否愿意试一试 你说 徐宁 但是之前你们 对啊 这耿彪还死了 这就比较难办了 耿彪死有余辜 我最近暗自调查过 这个徐宁啊 富甲一方 不过挣来的钱 都见不得光对吧 这 杨大人如果能帮我们让徐宁出点血 你之前的事 我就既往不救了 大人 我 你擅离职守的事 是 关木头 你帮我去把 红盛仓库查封了呗 好嘞 主公 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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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徐府 你们皇帝了吗 少废话 搜 挖开 这边 搜紧细了啊 大人 爷 爷 好好说话 果然不出所料 什么 洪圣仓库被查了 回 回老爷 当时我们正在装护 谁晓得关卜头 他突然带人过来 还把我们给打了 好啊 先是断我一臂 现在又断我大腿 我许您发誓 与你们事不两立 老爷别动气嘛 小小县令 一时得逞而已 老爷捏死他 不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 沉风是你把风月捉来摇一摇 人间那只一笑就蔓延桃鸭 不知你曾走过多少 青山下的荒草 可曾相思满眼如常 浮生带断路带远 缘分续干燥 就像那只刀花 开的分外号 却等不到花泪数望 就已悄然变老 全局莫等小花圆瓢 红尘总是满满无忧而起 既然心欲教室手艺 颜波与君怀来乐远期 你说往昔我贪苦力 变情绪方曾距地 便当诸咒复作片天亮意